6月23日香港特區刑事長冠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室指出 20日公布的市港國安立法草案說明有助消除公眾疑慮 她認為市港國安立法的法律基礎和建制基礎明確沒有半年含糊 也不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如果大家看公布了的法律的主要內容 它是明確 非常明確地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國家安全的事務 是有根本性的責任的 而維護國家的主權 統一 領土完整 是所有中國人 當然包括香港的市民 我們大家的共同義務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它不但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內容 事實上是可以改善或者建存了 我們在《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裡 怎樣可以保障到《一國兩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中提到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已指定若干明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李正月娥稱 所謂指定若干明法官是只有裁判法院到中審法院的一個法官名單 而不是行政長官指定哪一位法官處理哪一個案件 至於案件如何分派仍然是各級法院決定 而非行政長官決定 行政長官不是在街上去隨便找一個人來指定他做法官 行政長官是已經在各級法院服務的法官裡面去指定一些法官來聽有關於國家安全的案件 換句話說 這些可以被指定的法官的群組全部都已經是經過我剛才說的符合基本法非常之獨立 有推薦委員會推薦的行之有效的程序產生的 李正月娥強調 指定一些法官宣令某一類案件 無論在香港或其他地區都不罕見 基本法一規定 行政長官由法官任命權 行政長官指定若干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做法 不會影響司法獨立